我也看過剛好的《蘇坦亭》的上集《蘇坦日記》 這套其實以前在電視台無線間就會播放 可能大家都之前都看過 有幾點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第一點來說是看回 其實上集或者這套都好 其實看回坐完之後的作品 有些地方都出現了 剛才你剛才說的那個門戶 很即時性上集完來下集 立即再用回 甚至好像《高女傳》那把刀 要貼他的白鎖那一段 我總是覺得好像《玉女天丁》 就是什麼《武士都》那一段 很瘋狂的鬧劇 其實《玉女天丁》那個《扮大土神》 很專精就是藍童 吃書薑、挑頭 其實這件事去到後期 他都再翻譯一次 當然更加瘋狂 或者是年輕了 因為這是一個完全對聲線 完全一無所知 所以這個少女就去白鎖大土 這個意思 至於剛才你說的 八百年那一套 我又想起 剛才那個病房 我又想起八百年那一套 也有一套是探病的 又說到她是探病 接著又出電梯、入電梯 又想撲樹遮住 接著又推劉士文 黃祖賢 那一段又是關 這些情節的症狀 好像下集 在醫院那個電梯 出電梯、入電梯 病房去人去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來說 在後面之後 可能是一種轉換 但又會有一定的趣味 也很難得 另一點我看到的地方有趣 就是 六十年代那個語片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講解 根據一些大體 或者聽到那麼多次分享 我們之前有一次 在Starbucks 那個小夫妻喜劇 我覺得六十年代語片是特別的 跟五十年代比較不同的 就是會多了一種 所謂的小夫妻那種 輕喜劇 就是以中產的家庭為 核心的一種的喜劇 可能上一次Starbucks 有幾天 有幾個 我沒有拍攝 可以分享 我也聽到幾圖 上集明顯是走的路線 去到下集明顯 情況是不同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群戲 而且我覺得下集有個趣味 可能是大約在那個時候出現的 一些所謂的兄弟 就是所謂以同事為主 但都是一些朋友 一些老死 或者是一群兄弟 或者是姊妹 這群人的一種組合 我想在五十年代語片 真的不太多見 就是以一群這樣的人去組合 而成為一個主角 但是我看六十年代語片 比較多的 例如現在 這個《大象夫》有幾兩個 甚至乎可能是 可能之前我討論過 《鮮學港聯》 陳烈品的《一後三王》 或者是《一你靠港》 這類型的喜劇 都會突然多了這些群戲 多了這種人的關係 再不及一種 上下兩代 或者可能是這種主角 可能變成一種同事 死黨 朋友、姊妹 等等不同的形式 出現了 形成了 我想在五十年代 很難想像 扮演這樣的人出現 即是那種群戲 淺 或者又不是那種形式 雖然它是群戲 但是那種關係 不是那種老死的關係 而我覺得也有趣 在六十年代 這類的所謂都市 這種兄弟、姊妹 其實也很多時候 那些主角也不約而來 是那幾個張英才 我覺得張英勤其實 很有代表性 這種都市喜劇 為甚麼差不多 很多都包含了 剛才我講的 《一美靠軍》 《一口三王》 那類都是進去的 以至於余銘 鄭君臉 這類的劇膽 《你香藏》 《羅蘭》 這三個都是這種都市喜劇 必不可笑的 那些傍友 或者一些 上去旁邊的 去想辦法 那些關係 所以我覺得 這一點我覺得 挺有趣的地方 有兩個分享 我都覺得 今次看的分享 看得到 例如中產生活 這個我想就真的 其實瘋狂到 沒甚麼生活成年 甚至乎去都好像 不用上班 很奇怪 去很多時間 去檢查 上一集也有個辦公室 有個洋館 那次完全去 大家沒有一個人做事 我覺得沒空 因為很有趣 因為上一集 我又看了一些 都可以分享 香港大陸到六十年代 對於中產 對於西方 外來文化 這麼嚮往 例如 好像他說 為甚麼會有多多三字 正正是 江中平又想有 一些日本妹 去偷 同時間 那幫太太 又想認識一個 日本插花高手 來教插花 於是找到一個 他埔稱五屆插花 半軍的回來 這些我想 是一種 對於日本文化的想像 甚至是 他沒有 他沒有忘記做日本菜 來招呼他 另外一個有趣的小條件 在上集 我覺得值得一提 就是摩托 摩托 摩托有趣的地方 是怎樣呢 話說 最初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摩托出現 他後期 李香廷號稱封寫 日本信 想著多多三隻翻譯 然後多多三隻 看到封寫 就亂了 就以為 我不懂人 要怎樣翻譯 於是 就投助於張英才他們 後期 他想著 發覺張英才發覺 那封寫 好像不多對 好像不多情人 於是 然後就 拿了他 去那間屋的樓下 關屋應該是 江中平那間屋的樓下 那個摩托差 就叫他翻譯 成為那個 就是 作文 接著 他後來講到 那時發言 摩托是假扮的 原來他就說 你不要擔罵他 我也是為了生活 如果我不是擔罵摩托 沒有人請我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另一句 除了令社會轉變 開設多了一種 我們希望 找一些外來的人 去洗 這一個我覺得 是在 之前的影片 也好像不多 還有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補措 我覺得 除了在六四年 那一年 就著我看回 這個《夏酒強》 例如 叫他去生小孩 然後去取妾時 我正想在六四年 坐完 就拍了一部《風符》 但他的時代 亦都是關於這個 有沒有後 等等 但他完全是一個悲劇 擺入一個文初 作為《白燕》 還有一個電影 另外 《黑暗》 也挺有趣的不同 《白燕》 這個是擺入一個文初 《白燕》 是一個叫《過閃》 但我們說一下這個 有什麼道理 和這個有不同的 《閃》 是個《白燕》